下个视频 我们收集了所有的材料 制作了战甲悟空的三个部件 这个视频我们来收集材料 制作区域发射无宽 今天是Aria这个信号登陆的第三题 我们要想在夜灵平原 奥布山谷 给我们太之际 这样的开放地形使用区域 必须要制作并装备区域发射器 而要想制作区域发射器 必须首先制作并在铸造场安装 区域发射模块 我们来到铸造场 将已经制作好的悟空三个部件取出 并将战甲悟空制作上 三天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悟空了 部门去狮子造成的交易所 交易获得虚空锐匠的四部件 飞坐这些部件所需要的材料 图通厨移除的比较少 去钢铁之路刷比较秋零 这里Aria就不浪费时间了 虚空瑞加整套交易 大概是50个白金左右 大家可以去Wallframe Market资金购买 Aria后面会在制作 制作他们的详细视频 为到飞船铸造场 将虚空瑞加也制作上 提供飞降的制作时间和站脚一样 也是三天 接下来我们就去刷 薰衣发射火快所需要的材料 可可度 依赖体和好奇金属 可可度和依赖体在地球的地灵平原 出发前 记得装备上学补版发射器 为了方便寻找 而且升级 并装备满机的盗贼天赋猛 出发前去库尊那里 领取你所能领取的最高等级的赏金任务 赏金任务等级越高 格克度和依赖体刁脱的数量也就越多 Aria这里事前帮忙组队 也领取了5级的赏金任务 次任务夜灵天以后 先去到赏金任务所在地点 然后移开任务区域 让赏金任务失卖 然后我们就可以登上神服吧 开始寻找依赖体和格克度了 依赖体主要其中在夜灵天的下部和左边 格克度则多在敌人的营地中 我们只需要搜索地图的下部和左边即可 由于我们装备了盗贼天赋猛 材料容器占小鸡厨上 会显示为白色方块 是个注意小鸡厨的白色方块 可以让你更容易的赏到目标 经过21分钟的寻找 二人一共找到了129个依赖体 和165个格克度 回到B船查看猪造场 因为去发射模块和去发射器 都要用到依赖体和格克度 所以气量要保证 这两种材料都有一百个以上 现在只要我们把奥奇金属刷齐 就可以直作去发射模块 二级金属只有二级金属迷运弹个掉落 大家可以去物性的生存 Aldra去刷取 不偷情所有台俩之后 你们就可以直作去发射快乐